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的家 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我是Annie 奇梅娟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就讲素得健康 上两集跟大家讲了素食 亦都介绍了几款汤和素给大家 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说 很好 大家都想知道多些吃素的 有关吃素的东西 因为只说不吃菜 不只是吃菜 是不是可以的 不吃肉就可以的 那如何平衡健康呢 所以在这里 今天我又再找一些资料 跟大家又再分享一下 其实吃素一定要均衡 千万不能偏食 亦都要知道 因为我们吃素 就会不吃肉 其实不吃肉 就变成了你的身体里面 是少了一点的东西 所以当你要吃素的时候 那你就一定不可以偏食了 那你一定就是要 样样都要吃 当然你不吃肉 来均衡你自己的营养 那好了 因为有很多资料性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看一下 那些猫子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不可以偏食 要均衡你的营养 刚才说了 就要多些吃 如果是磕谷类的食物 例如 糙米、燕麦、全麦的面包 那这些呢 我们都是要每天都要吃的 那你可以早上起床 吃一些的燕麦片 来到开始你当日的素食 那另外呢 就是选用一些豆类 是没有添加剂製造的豆的制品 那这些呢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 是有防腐剂的食物 那么 豆类的东西 比如豆浆 那是用一些 是没有这个防腐剂 在里面 天然的产品的豆 去制造的豆浆 那就吃多些蔬菜和水果 蔬菜和水果 就是吃一些 深绿色的菜 那譬如说 好像 菜心 菠菜 和 纤维膏 的菜 譬如 就好像 是这个 那个叫 深绿色的 除了菠菜 有 和这个 菜心之外 有一些绿色的菜 就算是浅绿色的都不要紧 譬如黄牙白那些 那我们都可以吃的 不过呢 只是说 深色的菜 它那个 叶绿素的 深的话 就更加是 对维生素 和抗蜜汁 是多一点的 那水果 我们每天都吃的 是吧 譬如说 橙 番茄 那些 我们现在在街市 有些很小小粒的车梨子茄 其实那些不用煲 就这样 生食都可以的 譬如说 番茄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番茄都很有营养的 可以用来煲湯 或者煮菜 都可以的 这些都是我们每天 都食用的食物 那 我们有深绿色 又有红色 因为通常说 食素健康 最好是一天里面 是摄了几种颜色的东西 譬如说 青椒 那些就是黄色 现在有黄色的椒 绿色的椒 有红色的椒 这些都是可以均衡到 我们营养的一些素食 另外就是说 我们煮菜 就不要用一些 是经过提炼过的油 譬如说 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们是吃一些 多数是种子提炼出来的油 例如是芥花籽油 或者一些橄榄油 就是千万就 尽量不要爆横的油 就是这样就变成了 很油腻了 或者要加很多油 那我们尽量清淡一点 其实这个除了是食素之外 我们说的是 对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是好的 大家都知道 蔬菜其实里面 其实都有维他命C 如果你煮得太熟 或者用一些太热的东西去煮 其实它很容易消失了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 爆大油锅去煮菜 吃蔬菜的维他命C 就不会那么容易流失 对我们的身体 都是有好处 另外我们也不要吃一些 那么高脂肪 糖分高的食物 例如好像蛋糕 或者雪糕 这些其实都是很高脂肪的东西 那我们就 因为食素我们 都是要健康 除了令到我们的身体 纤维多些 蛋白质多些 矿物质多些之外 那我们又尽量 减少吃一些 油脂多的东西 那我们的健康 就可以得以平衡 是吧 食感繁ringe 又会健康 好了 在这里 亦都有资料 告诉我们 原来食素 经常被人批评 有少数个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在食素 我们缺乏维生素B12 缺乏了维生素D,缺乏了钙,缺乏了铁 在这几样缺乏的食物里面 其实我们是可以在 我稍后已经写下了在这里 在我们有些可以煮一些的菜菜 在我们一些食物里面 其实都有这些维生素在这里 是可以给我们去补充的 它说你刚才又缺乏了这些 这里你又可以说有 其实因为有很多时候 食素B12,D,钙和铁 其实就是在一些肉类里面 我们是找到的 因为我们完全… 如果你说食素或者食齿 是不会去吃这些肉的时候 很多时候这几款 B12,D,钙和铁 你很容易就不觉不觉 因为你没有吸收 没有去吃肉类或者鱼类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就没有这一样的补充 但是不要紧要的 因为食素的专家 他们就发现 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以下的食物去补充 我们这几样东西流失了的食物里面 可以摄取到的一些健康的元素 在这里 开始我就讲一下 维生素B12是什么 原来维生素B12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维生素 只是在纸菜和一些海草类的植物里面 才含有维生素B12 它是可以储存在我们肝脏里面 而每一个人需要维生素B12的数量 其实是很少的 只要我们正常饮食 就不会缺乏的了 但是因为有食素 对不对 那在什么食物里面 是有这个B12的呢 就是一些肝脏 牛肉 猪肉 还有鸡肉 鱼里面都有的 因为我们吃齋 我们不会吃这些 于是在哪里的食物 我们可以补充到B12 就是在蛋 在牛奶 还有在乳酪 我们就可以摄取到B12的 那B12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原来是它可以能够出众这个 红血球 形成和再生的 这样就预防这个贫血 尤其是又可以 是帮助儿童成长 增进他们的食欲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大家 集中这个注意力 和增强我们的记忆 所以B12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小朋友 孕妇 或者用母乳 胃部BB的产妇 其实都很需要的 好了 现在说到B12这么多 我又跟大家说一下 几款送菜了 是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吸收到B12的 那就是什么呢 银牙炒蛋 因为蛋 刚刚也说过 有很多B12 我们可以在里面摄取到的 另外就是苦瓜炒蛋 刚刚也说了 深绿色的蔬菜 苦瓜也是深绿色的 现在超级市场都买到的长营 长营那种 就叫淺绿色的 那个苦瓜都有 但有时在街市 我们可以买一个深绿色 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叫它做雷公座 大大个肥稠稠的苦瓜 我们又可以买那种苦瓜 比较苦一点点的 长营那种没有那么苦 另外就是紫菜豆腐 刚刚也说了 紫菜含有很多B12 这样银牙拖拖水 蛋我们化好了 银牙拖拖水 然后我们才用来炒蛋 苦瓜有些人很怕苦 但苦瓜很好 又可以降血压 我们通常加少少盐 灑在苦瓜那里 过一段时间 它会流出水 我们就洗一洗它 即是洗手了些盐 然后渣渣苦瓜 将苦的水 夹的水 就拿了它出来 然后才用来炒蛋 那碟蛋就没那么苦 如果大家都还是怕 我都很怕苦瓜 那种苦夹味 再轻轻在苦瓜里面 撒一点点糖 它就会没那么苦 煮出来很好吃 另外就是紫菜 大家都知道 洗干净它 整天煮豆腐 紫菜豆腐汤 这个是滚一滚就可以了 那些豆腐我们可以 切到它粒粒 小小粒 就像我们喝日本汤的 紫菜豆腐面屎汤 那我们落一些面屎 下去 滚滚滚滚了它 那我们这个汤就很快手了 那这些都是B12 我们可以几款有饭 不是有汤 那就可以用来送饭 另外继续的就是说 刚才说了 缺乏了维他命维生素D D原来很简单 晒太阳都可以了 有些就说 因为有些现在的工作 是要轮班制的 很多人都是 有时要上夜班 可能整个星期 整个月都看不到太阳 那这个就真的要 自己要留意了 还有有些长期的病患者 譬如有些公公婆婆 她们身体不好 她们需要坐轮椅 可能出去很不方便 但是每天都要推她们出去公园 晒半个小时 因为在阳光下 我们的皮肤 是可以吸收到维他命D 那这一件事其实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就要留意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了维他命D的时候 原来我们的骨质是会疏松的 那你见到有些老人家 会寒背和驼背 其实就是因为 长期缺乏了这个维他命D 那因为这个维他命D 就是令到是补充 帮助我们 是加强我们的钙质 所以这里特别重要 尤其是很多婆婆 开始或者公公 开始是骨质疏松 尤其是我们女士 五十多岁开始 已经是会有骨质疏松 大家都要去检查一下 尤其是维他命D 有些素食 因为我们如果素食 就是长期吃剂的人士 因为完全不摄取这个肉食 其实维他命D 这个维生素都要小心一点 要自己要检查一下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维生素D 就是在我们日常的乳类 尤其是沙甸鱼 原来沙甸鱼 有很多维生素D 有牛肝 猪肝 这些都有 但是因为吃素 现在说的 素有什么 就是牛奶 奶油 又是乳製类 香菇 但是要曬干了的香菇 这些就有维生素D 好了 在这里我又介绍几款食物 给大家参考一下 曬太阳 这个其实不是食物 但是都希望大家 每日都可以抽半个小时 去曬一曬 都当是自己 在这半个小时里面 又不用煮 又不用开火 就这样出去曬一下 可以做得到的话 就不要懒惰了 这个是最容易吸收的方法 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草菇炆豆腐 草菇一定要拖水 煮滚了些水 草菇披了头 头有些黑色 骗髒的 你觉得披了它 切开它 拖拖水 这样那些苦结味就去了 就用来炆豆腐 炆豆腐 豆腐煎一煎它 然后用少量水 下去炆了 然后打芡 然后最后 这个就是 让冬菇豆腐用一些马蹄 马蹄剁碎了它 冬菇浸了它 好像上次教了大家 用一些糖油 腌一腌它之后 蒸了它 蒸多久 蒸大约10至15分钟 冬菇拿出来 剁了的马蹄 加少少豆粉 加少少豉油 加盐 拌了它之后 就让到冬菇那里 然后再蒸一蒸它 大约都是蒸10分钟左右 然后你再留点豉油熟油 放下去就可以吃了 在腌制的过程里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买一些用豆粉做的 类似我们称的 鸡粉味精 它不是鸡粉做的 不是味精 是用大豆做的 调味粉 放下去腌食就香很多 好 今天我先讲到这里 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